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暗场是80几坪的毛胚屋 室内我们是大概45坪左右 屋主本身也是一个企业主 上次购买的房子刚好是我设计的10坪屋 这次在购买房子依然是找我们来做设计 中间我们合作过几次也还不错 起初当初他买这套房的时候 是想要当回娘家度假用 后来又考量一些投资跟出租使用 所以在装修的预算上我们有一些考量 我们设计公司就会针对业主的不同的预算需求 去给予适当的配置建议 这个建案是在台中 原本建商是三房的格局 屋主希望公领域有两房的开阔度 所以我们把后面的那个房间改成为餐厅 那在一个家里面 其实上不需要两套的沙发 所以我们在主卧室的功能上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把那个功能释放给更衣室 那在整个空间公领域的铺层方面 我们尽量可能选择用木地板的方式 让它更有装修感 那在整个搭配起来也会相对的比较自然协调 那另外一个手法的话就是我们会用活动家具来界定客餐取两边 当然用活动家具的运用的话有个好处 我们减少固定装修成本 那相对的我们造价上会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之前屋主的装修风格有时尚现代感跟华丽氛围 那这次他想要走一些美式风格 那一般市场上的美式风格大部分都以白色系米色系为主 这次我们运用色彩让在整个空间的颜色里面 带入一个Tiffany蓝的颜色 所以在餐厅主墙会出现这样的设系 我们会一路从餐厨到主卧室的浴柜 让宫领域跟室领域达到一个串联的动作 今天我们主卧室的配置我们之前有超过几种做法 那其中一种做法是比较传统的直接靠墙 那第二种做法的话我们中间是一个高墙起来后面直接更衣室 第三种做法的话是半矮墙后面加衣柱 第四种做法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半矮墙直接加开放式的更衣室 那这个设计手法的话比较像是国外杂志 比较常看到的设计手法 屋主的家人有住在国外的经验 所以他们可以比较思维上比较跳脱传统 所以我们在这格局上面 床头背没有直接靠墙 而是反而设计了一个化妆台 跟一个更衣室在后面 那整个这样的设计的话 整个空间的开阔度也会非常的好 进口的衣柜呢 刚好是业主在商场偶然间逛街看到的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比例跟分割 跟线条很美 也很适合这样的空间里面 那我们半矮墙的高度是控制在 我们人的视线1米5的高度左右 刚好可以遮掩过半的更衣室 因为是毛配屋又是大屏室 所以在浴室跟房间之间的界限 不一定那么必然的存在 所以我们用了适道拉门来做界定 让屋主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弹型浴缸 就好像在度假饭店一样的享受 至于浴室空间 屋主有了五件室的设备在里面 那各个空间又要各自独立 那一开始小便斗要单独一间 马桶要单独一间 淋浴 那它采买的浴柜又偏小 那五件室放在一个浴室空间里面 它不会是在一个轴型上 相对的显得凌乱跟琐碎 所以在这个案子场上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磁砖计划 让整个视线焦点回到核心上面来 那弹型浴缸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磁砖上面 有做一些滚边跟加工 跟整个对缝的处理 那也因为这样的设计细节太多 所以有不少的工班 因为这样子而直男而退 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站在我们设计师的立场 就是要把我们的理想跟设计愿景给执行 呈现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 从事设计二十几年来 我们有时候跟客户的意见也不尽相同 但身为设计师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之外 我们尽量在空间的美感跟平衡上做打官 让我们深深觉得客户越信任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两性的沟通 我们也会在这条路上不断地精进我们的作品 才会配每一个新的我们的物主